孩子感冒可以和益生菌吗 答案是肯定的 孩子感冒可以和益生菌 因为感冒通常是由病毒或者细菌 入侵我们人体引起症状 以及呼吸道的炎症 这个时候我们体内的白细胞 就进行着消炎和杀菌的作用 如果引起高烧 那么身体的机制也使得益生菌参与其中 来帮助抵抗的病菌和炎症 从而缓解感冒的发烧症状 使用益生菌之后 会引发一连串的免疫调节作用 全身的粘膜免疫力都因此提升 帮助对抗流感病毒 简单的说 益生菌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 对抗流感病毒和细菌 加快病情的康复 更准确的说 益生菌能够整体的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病好之后 还能够提高下一次对抗这些病原微生物的能力 也就是说平常补充益生菌的小朋友 粘膜的免疫力够强 而且日后不容易感冒生病 即便是不小心感冒了 也会因为症状轻微 并不需要服务抗生素恢复的更快